Hello, 大家好, 我是Litlmajor 之前在好士多買了很多可種 即是牛角包 今天會分享8款又簡單又好吃的牛角包 第一款需要一個可種 另外需要芝士 這款芝士在好士多買 非常划算 另外需要即食的火腿 和一些生菜 把牛角包剪開 剪成兩半 像現在這樣 再鋪上半塊芝士 一塊即食火腿 和幾塊生菜 然後蓋著 就完成了 芝士火腿 山菜 牛角包 非常簡單又好吃 第二款 把牛角包在頂上 煎開 不要煎到底 然後加一塊 然後加一塊 可以即食的煙燻三文魚 放好一點 放好一點 然後出殺手間 就是一斤的沙沙醬 煙燻三文魚 煎成三文魚 牛角包 就完成了 第三款 一樣在頂上 剪開 不要剪到底 要一條小椒 香椒仔 將它剪成一塊塊 然後 將椒片 夾進去 可以排好一點 然後 就加這一包 這一包 就是雙醬 有煉奶和朱古力醬 這樣一次過 擠進去 就有兩種醬 又簡單 又方便 又好吃 快快 第三款 香椒朱古力可種 完成 第四款 需要一塊 芒果 你可以用 冷凍芒果 或者是一些 新鮮的芒果 切粒 然後 要一個 牛角包 將它 在上面 切開 或者剪開 塞 一些 切好的 芒果 粒粒 如果有時間 就排好一點 這一款 這麼簡單的 芒果 可種 完成了 不要看它很簡單 都很好吃 最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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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 雞蛋 布甸 最好選擇 我試過 不錯 把它打開 之後 用碟 反轉 拿出來之後 再切幾刀 把其中一塊 放進去 切好的 可種 裡面 完成了 這個 雞蛋布甸 可種 這個 新口味 其實很棒 最重要 裡面的雞蛋布甸 好吃 吃下去 很配 第五款 要一個可種 和一塊 芝士 把它拿去焗爐 焗一會 焗到溶 就可以了 像現在這個樣子 之後 撒一點點香草 在面上 因為芝士本身有鹹味 所以不需要特別加鹽 或者其他調味料 已經很好吃了 你看看芝士 融得多漂亮 這個香草芝士 可種 超棒 接著 就做另外一款 這款 需要開爐 但也是非常簡單 只需要 把雞蛋煎熟 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將 可種 即是牛角包 剪開它 剪到這樣的樣子 將煎熟的蛋 放上去 然後呢 我們就將 再加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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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芝士雞蛋可種了 簡單又好吃 來到最後一款 來到最後一款 我們呢 將半個蘋果 切開它 然後呢 去到芝士 再去到皮 切粒粒 在鍋子裡 就加些糖 讓它慢慢溶 讓它慢慢溶 之後呢 就可以加些蘋果粒粒 下去 炒一炒它 讓蘋果粒粒 炒到 煎滿了糖漿 就可以關火了 把牛角包呢 剪開它 不需要剪到 分開兩塊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加些 炒好了的 焦糖蘋果下去 在上面呢 灑少少的 糖漿 這樣就完成了 這款 焦糖蘋果可種 完成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讚 到達到 到達到 等到 到達到 我們 到達到 有 到達到 到達到